说到等着我这档寻亲节目 是倪平重返央视舞台的一大强力之作 这档寻亲节目也是备受网友们的关注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档节目 更是一份深情 一份亲情的找寻 这档节目不仅仅是让倪平重新收获网友们的关注 而且也让他一举成名 他就是等着我的寻人团团长舒东 也被网友们称为是最善良的人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冬日里最说服的太阳 舒东从2014年开始就开始担任这档节目的寻人团团长 在节目中舒东带领寻人团队寻找走失者的相关信息 节目开播以来 已经累计帮助5600位求助者 六来多个家庭实现了团圆梦 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寻人无果之时 他作为一名团队成员 也需要协助主持人倪平对家人进行安抚 这样一道有着不同寻常的节目 这样的一位不辞辛劳的寻人团长 确实是让人敬佩 这样的一份工作经历 也会成为他一生工作中最深的记忆吧 很多网友都认为他是下一个撒贝宁 确实舒东除了温情外 他还是幽默的 有才华的 他先后在央视主持了壮案360旗鼓相当等节目 而且与毕福建 朱军长前辈都同台过 萨费宁也是和舒东同台过